非常多謝曾德成局長GPS發言紳士 Thank you Mr. John Thaksin GPSJP 這個時候恭請中原辦劉林局長為我們這句說話 恭請來裏面高賞 可以為我們說一句說話 尊敬的主辦機構的各位首長 曾德成局長 吳錦津區議會副主席 我們臨總警司 和我們各位總領事 包括巴基斯坦領事館的外交部長 各位嘉賓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本人非常榮幸 我要參加今晚這個 非常之有意義的民族共融慶回歸的聯歡晚會 因為我覺得香港回歸祖國 這一線面向全世界的大門 不是縮小了 而是大大地擴闊了 香港這一線大門已經不單是香港七百萬人民打開的 而是全中國十三億人共同打開的 香港人 香港這個美麗的都會 歡迎各方各國各個席各族役的人士 一齊來到香港 大家共同生活 共同參與社會事務 亦都共同鼓勵和支持 曾德成局長 以及特區政府為我們提供的優質的服務 我想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真正地踏至香港的民族共融 才能夠有機會共享香港的這一份繁榮和安定 祝願今晚大會完美成功 祝各位今晚開心 天天開心 多謝 非常多謝劉樂部長 謝謝你 多謝 現在恭請 軍仔區議會副主席 吳錦春MH太平紳士支持 有請副主席 民政事務部部長 曾德成GPS太平紳士 各位總名士 各位嘉賓 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代表灣仔區議會 擔任民族共融慶回歸晚會的 這個開幕典禮的主席嘉賓 眾所周知 灣仔區雖然面積很小 但是融合了傳統 是舊的傳統和新發展的精髓 居住的人口當中 更加有接近兩成 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小數族羊 使得灣仔成為全港獨一無二的華洋共處的社區 有見及此 灣仔區議會及各屬下的委員會 每年都會舉辦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 藉此推動關外共融的風氣 締造和使得我們的社區更加和諧團結 今晚舉辦的活動 只是一個好的例子 今晚的節目十分豐富 總共有十一項 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傳統特色表演 希望各位在欣賞表演之外 體會到各地文化之外 亦都能夠將灣外共融的訊息 帶到社區當中 提升居民對本區的歸屬領 最後獲得代表區議會 感謝各國合辦和協辦的單位 付出的努力 使得今晚的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希望在在各位能夠 觀看